特朗普又再大谈股市了 去年当道指升上两万五千点时 他说者全是他的功劳 并预测道指可升上三万点 现在 道指从调整低位再回升 已狠靠近两万六千点了 特朗普又再吹嘘者是他的功劳 还指出 2016年如果是希拉莉当选 道指至少下跌一万点 很快的 明年又是总统选举年 看来特朗普会尽力把目前的超级牛市 维持至2020年总统选举投票日 任何对股市不利的事 他都会避免去做 所以中美贸易谈判越来越乐观 国泰293终于发行起 2018年全年业绩转规为盈 预计盈利23亿元 以国泰500多亿元的市值来计算 PG值超过20倍 不算吸引 但是 初次规转型带来憧憬 预期2019年的业绩会更上一层楼 昨日国泰股价在公布盈起消息后表现得很好 因为23亿元的盈利是远超市场的预期 市场也原本估计国泰可以规转型 但没想到盈利那么多 国泰盈起 其母公司太古019也该有狠不错业绩 过去 在美国搞QE时期 人民币对美元不断升值 因此 许多内地房地产商都到海外借美元 然后会入内地使用 将来贷款到期 人民币升值了 所需要用来常还美元的人民币的金额少了 而且美元利率也比人民币低 但是 去年人民币突然急速贬值 内地房地产商措手不及 也不敢再借美元 改为发行人民币债券 负相当高的利率 近日 市场传出消息 说特朗普将在中美贸易协议中 要求中国不让人民币贬值 当然 相信中国不大可能接受 因为一旦答应 人民币就会被炒起 中国就会走向1985年日本广场协议之后的道路 为了